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 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 创世纪讲义第十五讲 以扫胜多的秘诀 在第十四章里面 是圣经第一次记载 有关战争的事情 我们要用不同的亮光 来看亚伯兰 亚伯兰不但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他也是一个很活耀 有高度竞争心的组长 其实在这一章我们可以说 亚伯兰就是一个王 因为他跟当时的诸王处理事情的时候 是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面 那么从这一章 我们也能够看出来 亚伯兰是一个很能干的军事领袖 他在待人接物上面 也显明了 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在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 亚伯兰仍然住在曼利 有几年的时间 有一些考古学家证明 在亚伯兰的时候 从叙利亚一直到西乃 是一个充满和平 并且土地肥沃的地方 那个时候的王国 大概不会像现在 我们所认识的王国这么大 有许多的军队 可能那个时候只不过是像现在的酋长 只不过是一个小王国 所以他们的军队都不会太多的 那么从十四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当中 有提到九个王的名字 四个王是从迪格里斯河 又发拉底河 这两个流域来到迦南地 要与五个王征战的 那么这个五个王是从下约旦河流域 以及十海的地区在西定谷 也就是沿着十海的地方 有一场战争 那么有一些学者就说 在这里有特别提到安拉菲 安拉菲这个名字 有诸神的守卫者的意思 因此有一些学者就认为 这个安拉菲可能就是古代 巴比伦王汉莫拉比 到底这个汉莫拉比是谁呢 在历史上告诉我们 有三个法典是很出名的 第一个法典就是汉莫拉比法典 第二是摩西的法典 第三个就是罗马帝国的十二同仁法典 那么在这里提到了基大老马 是因为索多玛王一带的那些武王被判了 所以他就联合其他的四个王要来征服 讨伤他们 到底这个战争是怎么发生的 有大概十二年的光景 巴比伦人跟以南人的势力 已经完全控制了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基大老马本来就是以南人 他统治着巴比伦也就是四囊 在这十二年当中 死海地方的许多的国王 每年都要来向基大老马进贡 不知道为什么缘故 在第十二年的时候 他们就决定了拒绝再继续进贡给基大老马 后来基大老马听到了这个背叛的消息 他就下定决心 用武力来强迫这些背叛的王 继续的要进贡给他 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 你看罗德的下场是这样 如果他早知道 他当然不会去这两个地方 这两个城了 索多玛俄摩拉是罪恶之城 但是罗德毫不在乎 罗德毫无警觉性 罗德就是这样的情况 盼望我们每一位 我们不要像罗德 因为他没有警醒 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 当他被掳去了以后 很可能他会被带到巴比伦 被卖为奴隶 如果他再回到他出生的地方做奴隶 那是一件多么悲惨痛苦的事情 当亚伯拉罕听到有一个人来告诉他说 你的侄儿被掳去了 你想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这一位亚伯拉不仅仅是有信心的人 他也很照顾他的侄儿 他愿意从米索不达米把罗德带了出来 他愿意让他的侄儿罗德选择最好的地方 可见这一个叔叔是很爱他侄儿的 当他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马上召聚他的壮丁三百一十八个人去追赶那些军队 我们可以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非常有情谊的人 当他听到他的侄儿被掳去的时候 他马上放下手边的工作 带着他的仆人三百一十八个人去追赶 并且拯救了他的侄儿了 亚伯拉罕他乐于行善 救命要紧 他不但要救自己的人 也爱屋及物 爱那些索多玛的人民妇女 就凭着信心以少胜多 他带着他一百三十八个人的军队 向几大老马挑战 他怎么能够这么做呢 圣经说他利用夜间的投机战 他打胜了几大老马的军队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属灵的功课 圣经里面每一次看到 以色列人打赢了战争 事实上他们根本都没有打战 是因为他们不是靠着自己的部队 也不是靠着他们有多少的军兵 都不是 原来他们能够打赢了战争 都是靠着耶和华的力量的 亚伯兰打赢了战争 当他凯旋归来的时候 有两个王在王谷迎接他 这两个王是不同的王 这两个王一个是属肉体的 一个是属灵的 这个属肉体的也就是索多玛王 他本来是败将 早已经逃走了 不知道躲到哪儿去了 但是现在因着亚伯兰打了胜仗 他又回来了 此时当他面对亚伯兰 也许亚伯兰在这个时候 可以骄傲的说 你看你这个索多玛王 你能够做什么呢 但是我们看到亚伯兰 并不是这样的人 他是一个谦卑而有信心的人 杀人王也来迎接他 这一位杀人王名叫麦基喜德 当杀人王麦基喜德 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的时候 他有什么表现呢 我们从十四章的十九节二十节开始来看 他就为亚伯兰祝福 说愿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 至高的神就把敌人交在你手里 是应当称颂的 亚伯兰就把他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 给麦基喜德 从这两节可以看到亚伯兰的谦卑 他一点属灵的骄傲都没有 并且献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喜德 那么到底麦基喜德是谁 这个名字在圣经当中很少出现 大概有三次提到他 第一次就是在创世纪的十四章 另外在诗篇一百一十四篇第四节 也有提到他 另外一处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七章 我们如果从创世纪里面来看 大概不太清楚麦基喜德是谁 但是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七章 这几节的经文来看 就可以得到很清楚的答案了 希伯来书七章一到第三节说 这麦基喜德就是沙能王 又是至高神的祭司 本是长元位祭司的 他当亚伯拉罕杀拜诸王回来的时候 就迎接他给他祝福 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 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 他又名沙能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他无父无母无足仆 无生之死无命之中 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在讨论到底他是谁 有的人就说 他可能就是天使的其中一位 显然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 他是天使 有人也以为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 也就是圣灵 可是我们从圣经里面 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 从来没有让我们看到圣灵是看得见的 都是我们感觉的 是住在我们的内心的 也有人说他就是耶稣基督的本身 说他是在耶稣基督还没有 降世以前的三位一体的 那第二位 但是在这里有一句话说 他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相似就不是等于了 显然他也不能够说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了 那么到底他是谁呢 甚至有人说他可能就是散 因为散很可能就一直活在那个时候 但是圣经也没有清楚的告诉我们 我们就相信在那个年代 他跟亚伯拉罕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麦基喜德到底他那个时候多少岁等等 都不是我们在探讨的 我们知道确实有这个人就够了 为什么亚伯兰把十分之一 献给麦基喜德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当亚伯拉罕打赢仗回来的时候 他就把十分之一献给了麦基喜德 我们可以从创世纪28章 从雅各离开自己的家他讨家了他要往米索 波达米去在半路上面他到了伯特利 他遇见了神当时他就许了愿 他说如果神让我可以平平安安的回来 我愿意把十分之一献给你 因此我们从这个经文就可以提醒我们应该注意的 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应该学习效法雅各也好 或者效法亚伯兰也好 应该把十分之一都完全的献给神 神所要的就是这个 神所喜悦的也是这个 好了我们今天就暂时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谈吧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